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了2024年度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3位 关押记者人数依然位居全球第一 紧接着,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透露 俄罗斯军事人员已进入驻有美军的尼日尔空军基地 这一举动引发了人们对美军在尼日尔军事设施命运的质疑 最后,法国国保集名化自由引导人民经过六个月的修复 除去了数十年来层层加上去的清漆和累积的灰尘 恢复原本明亮生动的色彩 近日以本色呈现在众人面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天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发布了令人瞩目的 2024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在这份报告中 中国的排名引发了广泛关注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3位 不仅如此 中国还以关押记者人数居全球首位的不光彩记录 再次成为焦点 无国界记者组织揭示 中国政府对信息的严格管控和审查 以及对新闻工作者的拘押 展现了对新闻自由的极端限制 尽管中国在排名上略有上升 但无国界记者组织倡议专员白奥兰 Alexandra Bilakowsk明确表示 这一变化仅因其他国家自由度的下降 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并无任何改善 反而安全状况正在下降 对记者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 白奥兰提到的孙林和上官云开两位记者的案例 更是凸显了中国在打压新闻自由方面的严峻局面 与此同时 台湾在新闻自由方面的表现 则为亚太地区树立了榜样 根据报告 台湾的排名较去年上升了八位 达到第27名 成为亚太地区新闻自由的楷模 相比之下 全球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仍然是挪威 连续第八年排名第一 而美国则因公众对媒体的不信任 日益加剧和政治人士的公开敌意 排名下降了十位 在另一端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了俄罗斯军队部署 到驻尼日尔美军空军基地的消息 这一变化发生在尼日尔军事统治者决定 将美军驱逐出该国之后 尼日尔一直是美国在非洲萨赫勒地区 打击极端组织的关键合作伙伴 但去年7月的政变改变了这一局面 俄罗斯军队的部署 不仅加剧了美国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 也引发了对美国在尼日尔军事设施命运的质疑 在文化领域 法国国宝集名化自由引导人民 经过六个月的清理 去除了数十年来层层加上去的清漆和累积的灰尘 恢复了原本明亮生动的色彩 近日以本色重新展出 这幅名画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 画家德拉克洛瓦的作品 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 修复后的画做揭示了许多先前不为人知的细节 如玛丽安娜的衣服原色和画中小男孩的位置 使这幅画的意义和美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 从国际新闻自由的现状到军事政治的变迁 再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恢复 这些报道不仅展现了世界各地在不同领域中发生的重要事件 也反映了自由权力与文化价值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无论是为新闻自由而斗争 还是在国际舞台上寻求影响力 或是致力于艺术与文化的传承 这些故事都是我们共同世界的一部分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关注 在全球政治与社会动荡的背景下 各国内外的新闻事件如同多面镜 映射出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内部政治挑战 从南韩的兵役特立制度调整到北韩的潜在恐怖行动 再到格鲁吉亚的外国代理人法案争议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当地民众的生活 也牵动着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 香港电台报道了南韩兵务厅厅长李基植 就体育艺术界杰出人士兵役特立制度的调整发表的言论 李基植指出 随着时代的变迁 对于兵役特立制度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 他提到 政府正考虑多种调整方案 以确保既不违背兵役的公正原则 又能充分发挥个人才华 同时 李基植还提到了人气男团 防弹少年团成员的兵役表现 强调了他们在部队中的积极态度 为公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而在朝鲜半岛的另一端 根据星岛日报的报道 南韩国家情报院透露 北韩有意向南韩驻外使馆 发动恐怖袭击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这导致南韩政府将五家驻外馆处的恐袭预警等级上调 这一消息令南北韩的紧张局势再次升温 国际社会对于半岛局势的担忧也随之加剧 另一边 格鲁吉亚面临着内部的政治挑战 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格鲁吉亚议会通过的外国代理人 法案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抗议者认为 该法案违背了格鲁吉亚人民的意愿 是受克里姆林公启发的威权主义行为 这场抗议不仅是对内政的不满 也是格鲁吉亚是否向欧洲靠拢 还是回到莫斯科影响下的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欧盟、联合国和美国都对该法案表示了关切 担心它会影响格鲁吉亚的欧洲未来 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国家 但都体现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紧密联系 无论是南韩对兵役特立制度的调整 还是北韩潜在的恐怖行动 亦或是格鲁吉亚的法案争议 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内部稳定 在全球化的今天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变动和社会动荡 都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因此处理这些问题时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耐心 以保障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国际舞台上 法国与日本的决定启动 相互准入协定 RAA谈判 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动作 星岛日报报道 这一协定将让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迈出重要一步 部队互访和共同训练的便利性将大大增强 这不仅标志着两国防务合作的深化 也反映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 国与国之间寻求更紧密联盟的趋势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会谈 凸显了两个G7成员国在安全领域的紧密联系 法国作为继澳大利亚 英国和菲律宾之后 第四个与日本签订RAA的国家 显示出其在印太地区扩大影响力的决心 正如星岛日报所述 法国希望在日本的国防产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这与其在民用核电产业的地位相呼应 而在另一端 香港电台报道了伊朗对美英个人与实体实施的报复式制裁 这一举动是对美国和英国支持 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权的直接回应 制裁对象包括军火商洛歇马丁及通用动力公司等 这一系列行动展示了伊朗在中东地缘政治中的立场 以及对外部干预的强烈反应 同时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 带我们转向太平洋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在夏威夷与澳大利亚 日本和菲律宾的国防领导人会晤 反映了中国在该地区军事行动引起的广泛关注 这些会谈旨在进一步加强国防合作 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 特别是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的深化军事合作 以及与英国的三边演习 显示了一个围绕共同安全挑战构建的紧密网络 这些报道共同描绘了一个复杂的国际局势 各国在安全、防务合作方面的动作 显得尤为重要 无论是法日之间的相互准入协定 还是伊朗对美英的制裁 亦或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务合作 都体现了在当前国际政治环境下 国家之间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和增强安全保障 所采取的策略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对抗并存 共同绘制出一幅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地图 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里 信息流动如同潮水一般汹涌 带给我们不同的故事和角度 从一个华人记者在德国的抗争 到美国总统拜登对盟友的罕见批评 再到北韩与伊朗之间的密切联系 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还揭示了在权力、自由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微妙平衡 在柏林、苏宇彤的故事 带给我们一种深刻的启示 作为一名华人记者 他因报道中国的人权和政治问题 而遭遇了极端的跨国骚扰 他的经历从被软禁在中国 逃亡到欧洲 再到在德国面临持续的威胁 展示了中国政府跨国镇压的力度 尽管面临巨大的压力 苏宇彤拒绝沉默 他的坚持和勇气是对自由和真相的坚定捍卫 他的故事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 让我们看到了在压迫和恐惧之下 个人抗争的力量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对盟友的批评 通过星岛日报的报道 展现了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罕见张力 拜登将日本、印度与中国、俄罗斯 共同列为仇外国家 认为他们对外来移民的不欢迎态度 影响了他们的经济发展 这一言论不仅引发了对美国与其盟友关系的讨论 也触及了全球化时代国家身份和包容性的更深层次问题 拜登的观点虽然引起了争议 但也促使人们思考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开放性和包容性 而香港电台报道的北韩与伊朗之间的互动 则揭示了国际政治中的另一层面 北韩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 以及两国在军事技术和贸易方面的合作 显示了国际制裁下国家之间 如何寻找合作伙伴 共同应对外部压力 这种合作不仅关乎经济利益 更是政治和战略布局的一部分 展现了国家间互利共赢的可能性 同时也反映了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 和动态变化 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点 涉及不同的人物和事件 但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真相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 无论是个人的抗争 国家间的批评 还是跨国的合作 都在不断地塑造着我们的世界 和我们对自由 权力和身份的理解 这些故事让我们认识到 面对压迫和挑战 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 都需要勇气和智慧来寻找自己的道路 维护自由和尊严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每个角落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故事 无论是国际政治的博弈 还是个人命运的波折 都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习近平访问前 强调欧洲必须在与中国经济关系中 捍卫战略利益 到夏朝川在白纸运动后的 看守所地狱般的日子 再到荷兰阿姆斯特丹的 维吾尔流亡者夏米西努尔 因为家人在新疆的困境而感到的无助 这些故事虽然背景迥异 却都反映了当前世界的复杂性 和人性的坚韧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经济学人发表的采访中强调 面对中国不尊重 国际贸易规则的现状 以及美国不再试图制定 这些规则的背景下 欧洲必须觉醒 更加有力 强大和激进地捍卫 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 他的言论预示着习近平访问法国时 欧洲与中国经济关系的讨论 将会是一场充满挑战的对话 马克龙的立场 不仅体现了对欧洲战略利益的坚守 也反映了当前国际政治格局下 各国在维护自身利益时的紧张与努力 与此同时 夏朝川的故事则从个人的角度 展示了中国白纸运动后的社会现实 夏朝川在上海参与白纸运动后被捕 经历了看守所的严酷对待 这段经历不仅是对他个人自由的剥夺 更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 尽管经历了如此磨难 夏朝川最终选择逃离中国 寻求政治庇护 他的故事体现了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 以及面对压迫时的勇气和坚持 另一方面 夏米西努尔的经历则揭示了新疆维吾尔族人面临的悲惨现实 他因为家人在新疆被尖劲感到无助 他的父亲去世一年后 他才得知消息 他的姐姐和哥哥因为民族歧视最被判重刑 夏米西努尔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个人与家庭的悲剧 也反映了新疆地区人权状况的严峻 这些故事虽然背景不同 但都体现了在全球化的今天 无论是国家间的政治博弈 还是个人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 都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 他们提醒我们 无论身处何方 维护人权 尊重多元和平等 始终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追求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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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